谁派你来的 不是你发现没出业的 老四皮还装饭 滚 你后背也没有用了 为了给妹妹治病 我必须 你干 他做孩子 老大 各国顶级黑客 正在联合攻击我方网络 只好不要三分钟 我们的服务器就要处理瘫痪了 确实会成功 结果 瘫痪的是他们的服务器 与蓝组组织反击成功 到处选 立体就写 南连球 南连球 病人快要死了 让我来试 关门 去哈 什么去 我过来 快继续讲究 野风飞舞的男队 可是世界级的 这孩子这么小 能谈吗 孤陋寡闻 他可是媲美朗朗的天才儿童 真的 大哥 故事机场那边派人来说 让我们把吞并他们的股份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否则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这个我可带着钱 还能尽一吐出去吗 天凉了 让故事破产吧 这次我们回国呢 是来探望小姨的 所以你们都乖乖的好不好 好 好的妈咪 我们要去找爸爸了 妈咪 要去去 妈咪 我们也要去去 行 谢谢 那你在这儿等等我们 我带他们去微信 好不好 好 好吃 通知下去 明天我就要看到我们集团收购王室的新闻 好的副总 我马上去办 爹爹 爹爹 好奇怪 为什么 那么你感觉这个小女孩 有点亲切 小朋友 我不是你爹爹 你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天呦 最挑衍小孩子 大蒙见笑了 你就是我爹爹 我就是过来找你的 爹爹 我是西西啊 西西 张特助 我已经是出现幻觉了 张特助 好的副总 我马上去办 爹爹 我们要去哪儿 当然去找你妈咪了 西西呢 西西 妈妈 西西在那里 妈咪 不好意思 先生 这是我女儿 妈咪 我找到爹爹了 西西 别胡说 是他 竟然是他 走 好久不见 孩子他妈 我都不知道 竟然喜当爹了 你在胡说什么呢 他不是你孩子 他不是我孩子 那是谁孩子 千千 孩子他爸来了 千千 孩子他爸来了 这位先生是 这当然是我 西西 你这漏风小妙 可别再恨你骂我了 刚才西西他走丢了 是这位先生 帮我们找到的 哦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麻烦你封开我太太 你太太 谢谢你帮我找回我女儿 马公 我走吧 好 走 爹爹 你一定要来找我 一定要来找我 没想到 这个女人真结婚了 也是 都过去六年了 妈咪 你终于回来了 西西 你到他去哪里了 我找到爹爹了 真的吗 爹你帅吗 当然了 爹爹是我见过最最帅的男人了 沈西西 你不许再胡说了 还有 你以后不可以再乱跑了 听到没有 你知道妈咪有多担心吗 知道了 我保证以后听妈咪的话 让我告诉你们爹爹是谁 什么 我妹妹病下恶化了 行 我马上去医院 王儿怎么了 你先带孩子们回去 我去趟医院 小姨变威了 我要用我的医术 帮帮小姨 我也要一起去 行 走吧 妈 李医生 他怎么样了 患者刚刚经历了一次抢救 目前也无大碍 至于后续的治疗 你们家属要提前做好外全准 行 谢谢李医生 马儿 你要快点醒过来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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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在医院 我孙子之前 安排太多人照顾我 我嫌烦 都把他们支走了 小姑娘 你能帮我打过水吗 可以 您慢点 你先扶您回去 好 奶奶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妈咪 我来帮你照顾奶奶吧 哎呀 男生乖 你真是个好孩子 奶奶 你和小姨的病 已经会好起来的 我跟你小姨 都住在重症病房 我们的病 可不好治哦 放心吧奶奶 有我在 不管你和小姨 有什么难症 我都会想办法 治好你们的 她怎么和韩川小时候 长得这么像 她怎么在这 沈青青 我好心好意 帮你卖初夜 你却睡得会好睡的男人 你收了我的钱 答应我中国之后 不再回来的 现在怎么反悔的 我妹妹 她病情严重了 我必须回来照顾她 病情恶化而已 还没死 你等你妹妹死了之后 再回来也不死 当年是你说出钱 救我妹妹的 我才跟你做的交易 但你不但没有救好 我的妹妹 还不让我们两个见面 她现在病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必须好好照顾她 蔡口坏待了几年 倒是兴气了不少 赵水柔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 这么轻易 欺负到我的头上吗 这外面 怎么那么吵啊 奶奶 你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那我倒要看看 你现在又起了几点 别打我妈妈 你生小畜生 借个酒 沈秦秦的儿子 怎么这么像傅寒川 看上去应该有五六岁 难道是六年前 他和傅寒川那晚 这个孩子 是不是傅寒川的 你说什么 南南 是寒川的儿子 你说什么 南南 是寒川的儿子 不 他不是 这个老奶奶 怎么不认识傅寒川 不行 奶奶的身份 绝对不能暴露 奶奶 我家里还有点事 你先别激动一看 起码 让我再看看 南南这孩子 怪不得我觉得熟悉 原来 他是寒川的孩子 你过来一趟 我找到你亲儿子了 奶奶 不是你想的这样 他不是 小姑娘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个将死之人 想把奶奶的事弄清楚 希望你 能够理解我这个老太太 奶奶你怎么了 我去找医生 我扶你回病房 南南真是个好孩子 要是真是我曾孙就好 奶奶 您注意身体 这孩子 只是碰巧跟寒川哥 长得像而已 可千万别为了 一个野孩子 伤了身体 你胡说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可能是野孩子呢 奶奶 您是不知道 这沈千千 可乱得很 千千是个好姑娘 我不准你这么说的 奶奶 你刚才说 我找到我儿子了 什么意思 这怎么可能 怎么和我小时候 找这么像 这些年 我一直结身自好 难道是六年前 和沈千千的一次 奶奶 一时马上就要到了 是你 我奶奶说 这是我儿子 他 他不是你的 他是 我和我公室 哪儿啊 我刚刚找人 做了亲子鉴定 一会儿结果 就会送过来 儿子到底是不是 说 不是 老夫人 亲自鉴定结果 已经出来了 老夫人 亲自鉴定结果 已经出来了 我再问你一次 孩子到底是不是 什么 你还真会演戏 完了 你奶奶的身份 要暴露了 我该怎么办 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 要瞒着你的 沈楠楠 沈楠楠 他根本就不是 我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误导 老太太说这种鬼话 你屡次接近我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姐姐还真无福 我看 你就是费尽心思的 想接见韩川哥哥 一个破鞋 还想喷高知 这怎么可能呢 韩川哥 你先回去忙吧 我会替你 照顾好奶奶的 马上去和韩川 做一下亲子建立 我要最快的时间内 拿到结果 明白 我绝不能让水星天 从我身边抢走 傅韩川 绝不能 奇怪 我为什么会如此失望 效果是我手脚快 今天还真被你得逞 马上带着你的儿子离开 要是因为这个 破坏我与韩川哥的婚事 小心你儿子和你内 谁来死你 哼 那一块你 你竟然欺负妈咪 看我怎么把你打回原型 小西西 一直在哭闹 不要来找人 小西西 你现在这也不听话了啊 你又让我们公司 拜访一趟了 开车 我不想看到他们 但是晚宫叔叔 他自己想来看看小爷 怎么让我一个小朋友 背负过 晚宫叔叔 听说 这几个孩子 你要瞒我多久 这几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他的 这几个孩子 你要瞒我多久 这几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他的 孩子就受 千千没有任何 这有你什么事 我要他亲口告诉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 放开 我发誓 要是关于孩子 我对你有半点隐瞒 我就 不用了 看车 真不告诉亲身父亲 孩子的真相 我有我的苦衷 像不是我手脚快 亲戚 还真被你给得逞 马上带着你的儿子离开 要是因为这个 破坏我与韩忠哥的婚事 小心你儿子 和你妹 什么是你 爹地 你怎么在这儿 还有 你怎么叫我爹地 这个女人 竟然连个小孩子都管不住 爹地 你看这个 确认为父子关系 这 这是真的吗 确认为父子关系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爹地 我们俩肯定是亲身的 之前的亲子电电报告 肯定丢了你到手家 你不信 我们可以再验一次 我当然相信你 南南 你知道妈妈订完号码吗 知道 沈七仙 沈南南现在在我手里 我献你十分钟之内 出现在五字 妈妈 妈咪 看看这个 这 亲子电电报告书 是谁给你的 谁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没有了 没有 沈七仙 那个小女孩是不是也是我的孩子 沈七仙 那个小女孩是不是也是我的孩子 南南已经保护住了 其他孩子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她不是 西仙和南南出生率都不一样 不信 你可以去查 好 我会去查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 沈南南的抚养权归我 凭什么 她是我的孩子 就凭你这个母亲失职 你能让她单独一个孩子 跑来这里找我 就凭这一点 你就已经失去 抚养我儿子的资格 南南是我好不容易拉扯大的 凭什么你一出现 你就把他们带走 对 大爹 你别怪妈咪 妈咪每天都要照顾我们 还要出去工作 是南南不乖 谁要出门 沈七仙 你已经擅自拐走我的孩子五年了 是时候让她回到我的身边 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然你以为你什么条件 能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已经颠沛流离 就别再连累我的孩子了 喂 文官 怎么了 我让病气忽然恶化 你快来音乐一趟 什么 行 我马上过去 奶奶就先暂时交给你来照顾 要是让我知道 她跟你在一起 受了半点委屈 我绝绕不了你 等等 又怎么了 我送你去吧 我奶奶和你妹妹在同一所医院 也算生路 奶奶也要一起去 妹妹妹 妹妹 妹妹 你醒了 你怎么样了 姐 你回来了 这么多年 我好想你 行了 先别说了 我怪姐姐 姐姐来了 能看到姐姐吃足了 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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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儿你要挺住啊 病人需要马上抢救 将师妹都先出去 准备搞住 医生 怎么样了 患者这次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但是我有必要和你们交付 说你一下 具体的治疗方式 小语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要请快给他治疗 那就北辈和东东过来帮妈妈 请你们猜个代表过来一下 我也去 我也一起去 好吗 爹地 给我联系最优秀的医疗团队 嗯 文光哥 我一直要个秘密没有告诉你 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但我还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否则我会悔恨此生 我也有个藏在心里的秘密 一直不爱告诉你 其实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知道你只是把我当哥哥 不是的文光哥 我也喜欢你 我爱恋你很多年了 但是 我这不珍惜的生气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我不耽误你 怎么会 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无论生老病死 你干什么 你不是沈千千的丈夫吗 为什么跟他妹妹搞在一起 无耻 这再怎么用你无耻吗 竟让琴琴一个人拉扯孩子们长大 竟让琴琴一个人拉扯孩子们长大 孩子们 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 我说到文光哥 喂 我没事 别担心 索索 你身体在刚刚好 别紧张 这个人真是虚伪啊 当着自己老婆的没关系自己小姨子 小盘川你是疯了吗 你在说什么 文光哥没有老婆 你是不是误会了 婉儿 别说了 我和文光哥两情相远 哪来的什么背叛啊 她难道不是你姐夫吗 她不是我姐夫 我姐五年前一人在国外 生了四个宝宝 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回国 一直是文光哥在照顾他们 什么意思 四个宝宝 你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我只有两个孩子 我妹妹病了这么多年 心里有些 错了 妈咪 我们来看小爷了 妈咪 我们来看小爷了 四个宝宝 告诉我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快放开我姐姐 副总 我们两个之间只是一场意外 你有你的未婚妻 我有我孩子她爸 孩子是我 在国外和其他男生的 继续装 好 问我调查清楚 沈千千和她四个孩子的信息 糟了 如果真的被她查到四个孩子的存在 肯定会把他们都带走 我劝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这样子 我还可以保留你作为孩子母亲探视孩子的机会 否则 你就做好一辈子都见不到孩子的准备吗 我承认了 副总 你让我查到实习有结果了 什么 并为三个孩子比沈他那小一岁 不应该呀 这四个孩子明明是一起出生的 这这怎么回事 YES 为弟弟解除 妈妈还不想让弟弟知道你们这门 调查一下 沈千千和她四个孩子的消息 可是 我也被弟弟查出了我们的身份 妈咪就该伤心了 别担心 我来帮妈咪 你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现在你早该相信了吧 沈千千 你最好是不要再骗我 否则 你别想有什么好下场 否则 我不会让你得到任何好的结果的 别动 千千 你算了什么东西 海影 沈南娜我要带走 不行 你不能带走我的孩子 我不会让我的儿子 和一个水仙洋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爹地妈咪 你们吵架了吗 宝贝 我没有吵架 只是有些意见上的 不同意 别的小朋友都有爹地 难道也想有爹地 妈咪 你就让我和爹地住一段时间吧 行了 妈咪答应你了 但是啊 要是有人敢欺负你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奶奶 走 你放心好了 我会好好照顾我儿子的 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 什么 奶奶跟着爹地回傅家了 来以后是不是就见不到他了 西西 你不是一直想说爹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想 但是我更舍不得奶奶 别着急 我都安排好了 奶奶去到傅家之后 和我们里应外合 促合爹地和妈咪在一起 以后我们一家六口 不断地收合在一起啦 但是 要怎么促合爹地和妈咪呢 那就要看我的表现啦 神女士 恭喜您已经请公布 林木鸡团的面试 真的吗 太感谢你了 yes yes 计划成功 谢谢林主管 给我安排这么高兴的工作 那董事长助理需要做什么呢 神女士 您的工作是我们董事长亲自为您安排的 我们董事长说了 您可以吩咐公司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见您 如见董事本人 这 我跟你们董事长非经非故的 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我们董事长 精尊隐秘 全工资上下没有任何人见你的 您唯一的任务就是 听从董事长安排 做他让你做个事 这个是我们董事长安排要向您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以我们林木集团的名义 收购福氏集团 福氏集团 哎 不就是富寒川的产业吗 这不是老天给我的好机会吗 富寒川 等我们公司把你收购了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男的 啊 见了 怎么是你 你该不会来要儿子的吧 我代表林木集团的总经理身份 来说购福氏集团 我代表林木集团的总经理身份 来说购福氏集团 哦 徐徐林木集团的总经理也想收购我们富氏 未免也太大口气了吧 我调查过了 你们富氏集团在国内虽然有众多子公司 但是以林木集团的骨质和在国内的影响你 说过你们不再坏掉了 是吗 不过沈小姐可能不知道你所了解的情况 只是我们富氏集团的冰山一球 我们集团总经营的业务是在海外 不是在国内 什么 收购福氏 我看你还是别想 不过如果你想要回儿子的话 也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可以屈尊降贵 虚拟心富氏 这样的话 就不用带着几个孩子到处找工作 那么辛苦 我的儿子也可以天天和妈妈在一起 傅寒川你瞧不起谁呢 嫁给你 你做白人梦去吧 想要回儿子有的是吧 我们走着瞧 你们不是说粗活爹地和妈咪的吗 怎么妈咪还被爹地欺负 问我 这叫孩儿代地国内的公司资料 没想到富氏主要资金链都在海外 但是我的林木集团主要战场就在国内 如果涉及到海外的资金 我就打不过爹地的富氏了 妈咪果然是对的 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怎么办 接着我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 那带你给妈咪照去 我弄好了 我们就等着开好戏吧 说好善后工作 别让爹地发现我们的秘密 副总 打资本好了 海武器长被不止迷的黑客入侵了 副总 公司的通讯系统用不了了 副总 公司的网络全都崩坏了 什么情况 去城 那是谁进行搞得快 我们走着瞧 副总 查到了 IP的弟子最终显示在宁牧集团 宁牧集团 果然是他 我要亲自去一趟宁牧集团 跟水晶去谈一谈 韩春哥 我听说 公鸡富氏集团的黑客 是沈天找人干的 他怎么这么无耻 你带我一起去宁牧 我帮你找回一个公道 赵水荣 我们之间的联姻 只是应付找飞的合作关系罢了 如今六年齐满 劝你不要入戏太深 给死的沈天天 六年前就坏了我的好事 要是六年前进入韩春哥房间的人是我 如今 韩春哥一定会对我死心塌地的 不行 我不能让韩春哥和沈天天单独相处 沈天天 布置集团的电脑内部系统全部被攻陷了 是你搞得贵吗 不韩春你疯了吧 我干嘛找黑客攻进你们公司 韩春哥 没想到沈天天竟然做出伤害你这么过分的事情 沈天天 别再装傻了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两面三刀的人 谁两面三刀 对你这种人我需要两面三刀吗 我说过 我没做过的事情你就是没做过 我要点钟算了 立刻解除系统 不忍 还真哥 你消气 因为沈天天就用手段下奏的人生起 不值得 赵雪柔 收起那副小人嘴里 真叫着恶心 对不起啊 韩春哥 沈天天一直对我有误会 说不定 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故意找人真对付似的 你在我这儿 装什么亲密呢 这么多年了 你只不过是傅韩春 还没有过我们的未婚妻 沈天天天地 沈天天天地 他一个未人 怎么能这么死无顾忌的说我呢 别装了 这么多年你跟他孙奏了 不然怎么会连个孩子都没有 沈天天天地 你说话放资助一点 怎么 心疼他了 你要是真心疼他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娶他 沈天天地地 那家孩子都是一些男人的吧 我可不想 到处勾引一些男人 没错 你就是勾引一些男人 沈小剑你 你要再敢攻击副事 就别怪我调集海外集团的势力 吞并淋木 赵水 今天这一切 是你故意在背后搞鬼 诬陷我 这次 跟不有关系 这傲乖 就快自己倒霉了 那我们的账军 要好好算一下吧 六年前 你明明答应过我 要给我未美 找最好的医疗资源 所以我才会答应你 出国后再也不回来 可是你不遵守诺言 没有照顾好法 你觉得现在 我还会让你继续欺负我吗 一个卖身的骚祸 一个短命鬼 这样都没能够整死你们两个 真是命 沈小剑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说谁短命鬼 你再跟我说一遍 沈小剑你放开我 沈小剑 你别因为我不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借鉴韩淳哥 这个贱人 现在手段还真高吗 你要是再敢拿我家人来威胁我 我有的是手段 是吗 你爹以为和韩淳哥有的那个儿子 就可以为所用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别忘了 我手机里面还有你耐生的证据 我随时都可以交给韩淳哥 我随时都可以交给韩淳哥 你也没有人会怕他知道这个吗 我本来真没想到要嫁给他 反倒是你 他要是知道你给他下了药 你觉得他还会娶你吗 沈小剑 你敢 我敢不敢 你试试就知道了 沈小剑 你别说到 你想到 你还有孩子 我就是因为想着孩子 所以我再一次一次的包容你 要是再有下次 你绝对不会放我 沈千千千现在可真是个疯子 你以为我怕你吗 我们走着瞧 沈千千的儿子现在在哪 大小姐 沈千千的儿子前段时间已经被副总接回家了 想办法让他消失 你还没想办法 你还没想办法 我还没想办法 张特主 订一书玫瑰 要99多 玫瑰 你和沈小姐是不是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公司 怎么 你在叫我做事 我马上去订 朱总 你带着玫瑰包来帮我 你就不怕你的未婚妻吃醋啊 沈千千 我为我的鲁莽 专门赔礼道歉 这些年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不如我们找家餐厅 坐下来慢慢聊 这傅寒川他的态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 我倒要看看你再耍什么花招 好啊 那我推荐的餐厅 你应该不介意吧 行 你随便挑 这家餐厅呢 是国内最贵的餐厅 很多生业大了都未必吃得起 傅先生 你请我吃这么贵的餐厅 你不心疼钱啊 只要是你点名要的 我奉陪到底 必须得让他出出血 必须得让他出出血 先生小姐这是我们的菜单 您看需要点些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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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几个最便宜的菜外 其他的各上一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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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几个最便宜的菜外 其他的各上一份 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 先生 您看 按他说的办 看来沈千千还是个拜金 吃啊 别浪费 好 不走 你这么大肥周遮地请我吃饭 想不有事求我吧 说吧 沈千千好不容易才气到我的头上 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 唉 为了公司 我先忍忍 沈千千 我这次呢 是专程向你道歉的 我之前对你的态度确实有点过激 太冲动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提出的任何条件 我都不会拒绝的 好啊 我原谅你了 什么 你 不在乎我之前对你的不尊重和打压 唉 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以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 也没办法给孩子更好的 我之所以这么轻易原谅你 是想让你以后 能给我和孩子见面机会再多一些 并且 对楠楠更好一些 这女人 有点意思 好 那以后如果你想见楠楠 我随时接你 爹地和妈咪和好了 yes 计划成功 我一定是疯了 副总 我已经找了很多国际警戒工程师 还是没办法破解黑客的攻击 现在集团的网络一直处于瘫痪阻碍 再这么下去 公司的机密会有泄露危险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沈千千怎么会起来这么厉害的黑客 想要苏世纪的危机解除 需要副总 轻的去和沈千千脑线 命取得沈女士的原谅 什么 落魂战术 责责 汉魂战术 副总 公司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看来这女人并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简单 看我干什么 好 这 什么 楠楠从东西上摔下去了 你说什么 楠楠受伤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照顾好她的吗 先不说这些了 我们先回去看楠楠 楠楠 楠楠 楠楠情况怎么样了 有没有危险 还好拯救急时 没有生命危险 领快就能醒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楠楠怎么会从东西上摔下去的 你们是怎么招过小少爷的 柳楠少爷 是小少爷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活动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不可能 我从小教育他下楼梯要注意安全 他最乖了 他不会不听我话 去把监控查出来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少爷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今天家里所有的监控都坏了 什么都没有拍到呀 什么 没拍到 什么 没拍到 妈咪 爹地 奶奶 奶奶 奶奶你怎么样 你哪里不舒服 跟爹地讲 爹地 妈咪 家里来了个陌生的坏叔叔 他推我下去的 陌生的坏叔叔 你不是说你家的安保系统是国内最顶端的吗 怎么会连个陌生人都随便进你家 立刻修好监控 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 韩川哥派他去修监控了 大厦你别担心 陌生的监控是我亲手破坏的 我神仙都修了 那就好 神仙亲爱 这就是你夺罪我的下证 东东 快来 刚刚奶奶跟我们发消息说求救了 今天竟然有人在爹地家动手害他 怎么说 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没事了 但是奶奶说 坏蛋把爹地家的安保系统都破坏了 他让我们想办法去爹地家 把建构修好 这个肯定没问题 这块的建构系统我都能修好 可是 出这户要去爹地家 我们该怎么去 妈咪还在爹地家 妈咪不让我们被爹地发现 没有办法 副总 我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安保公司的人 都说数据损坏了台车里 已经没办法修了 这件事都处理不好 要你们有什么用 嗨 爹 叔叔 我们是奶奶的好朋友 我们来找他玩 好朋友 怎么没听奶奶提起过 右边这个小朋友 怎么看起来跟奶奶还有点像 你们怎么过来啦 你们 认识啊 啊 啊 男奶的朋友我刚才认识了 谁让你们过来的 这两个小孩也没个大人带着 我先送他们回去吧 倩倩阿姨 是奶奶让我们过来看他的 奶奶受伤了 你就让我们去看看奶奶吧 既然是奶奶的朋友 你就带他们去找她呢嘛 妈妈 东东 你跟奶奶是双胞胎 我知道你做了伪装 但是妈妈呀 还是挺担心的 等一下你们看完奶奶 就得点回去 不让冯寒川认出你们了啊 好 妈咪 我们听你的 我们有些悄悄话要跟奶奶说 说完了我们就回去 好了妈咪 不是 你们 怎么样 东东 你能消化这个监控吗 这个世界上 要选择东西 是不是不好的系统 那就没人能学好了 副总 我们收到一封匿密邮件 这正是小少爷 受伤被神尾的降落画面 这是赵水流的助理 赵水流 又是赵水流 我先找他算账去 你不要去了 是我没照顾好奶奶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 这还是韩川哥第一次邀请我来付家 他是不是回心转移了 沈千千 你怎么会在这 赵水流 南南被推向楼梯的事 是你干的了 我又不在这住 南南怎么会受伤 我怎么会知道 沈千千 我知道 你一直嫉妒我是韩川哥 未婚妻的身份 所以才一直这么针对我呢 但我有韩川哥护士 我原谅你 还在脚病 看看这是什么 我不是让人破坏了 所有的建工设备吗 现在怎么又好了 叫我不在 你就会和别的人结婚 是真的吗 开心 你个小朋友 你还胡说什么呢 一定是沈千千 叫你什么说的吧 赵水流 你还真够恶毒的 你连五岁的小孩都不放过 沈千千 你为了抹黑我 甚至叫到自己的儿子撒 这个视频 一定是假的 韩川哥 沈千千这个女人 激进叵测 这个视频 一定是他陷害我的 你要相信我 我是清白的呀 还狡辩 你派到傅家的人 已经被我抓起来了 他已经亲口承认 是你指使他的 要不要看看 没有了 秦妈 你刚才不是叫嚣得很厉害吗 现在你还会说 是我和南南在诬陷你 马川哥 这个事情 我可以解释的 不必了 看在你是我名义上 未婚妻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们的婚约就此结束 从今往后 你不得再掏入傅家半步 还有 如果你敢再动 南南一根河梦 你就下辈子 都在监狱里过吧 我们走 耶 那你看看这个 爹地抓到魔后骨毛了 以后我看谁还敢起诉男呢 这个人是你的人吧 赵哥 我怎么会伤害一个 伤害无辜的小孩子呢 一定是沈仙仙嫉妒 我是你未婚妻的身份 所以才传统他儿子 嫁祸给我的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你还在狡辩什么 我们跟这个人无冤无仇 要不是你指使的 他为什么会伤害南南 东哥 我怎么会找人去对付能南呢 南南为什么会受伤 我也不知道呀 家里 那个坏人陪我下去的时候说 是我坏了赵家的好事 只要我不在 你就会和别的人结婚 是真的吗 赵姐 南南 你刚才跑出去了 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 妈咪我没事 我不能让我坏女人 欺负妈咪 谢谢南南 妈咪你放心 我们帮你看着南南呢 哎呀 你们都是我的乖宝宝 沈千千 这次我们的孩子受到了伤害 是我的原因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南南受伤 都是赵水柔在使坏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 也不能全怪罪在你一个人头上 所以你也不用过度自责了 沈千千 你相信我 我保证从今往后 不会再有任何人 可以伤害我们的孩子 沈千千 这两个孩子还没走啊 我刚刚准备送南南走的 等等 这个戴帽子的小朋友 怎么跟南南一样 这个戴帽子的小孩 怎么跟南南长得一样 小朋友小处都长得差不多 你减商什么 我就是看看 我还是要做了 我这边做了 爸爸和妈咪终于亲上了 看来 与一家团圆的日子不远了 妈 韩川哥要给我解说不愚 怎么回事 都怪沈千千那个小野种 你还真是瘾 从三楼摔下去都没有死 我的人都被韩川哥给抓起来了 只想我可以怎么办 又是沈千千 小剑子 分眼刺坏的 是 你放心宝贝 那一定有办法 让傅韩川重新回到你身边 难道 这就是新冻的感情吗 长得还挺水灵嘛 今儿个 这单接的迟了 你们是谁 你要干什么 别怕呀小美人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人让我们来好好地伺候你 一会儿 别怪哥这个手中 小美人 要怪就怪你额碎了 你不该 别过来 不然我就报警了 好好地伺候你 这是什么 放开我 对 这是什么 放开我 小剑剑 放开我 小剑剑 你没事吧 还好你来得及时 臭婆娘 没想到还要我帮手 是谁派你们来的 你管谁派我们来的 我们今天任务 就是干了这臭娘们 你要是再干多管闲事 我们立即一块干了 他妈叫去往命吃 快走吧 没事 交给我 就是往命冤意 那老子今天就让你们一起死 没错 干可娘的 兄弟们 干了这一票 咱们吃下来喝辣的 以后美女 别给你跳 我 怎么样 又就是你一次 打算怎么不打我 这档别是我的 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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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转 不关转你又不要紧 没事 你你不要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这会出人命的 不关转 不关转 你听说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不关转 你不能死 我还有天大的秘密 没有告诉你呢 我们现在还是不能 没有办法 不安转 什么 你这句废物 竟然没有处理 一条沈千千 要是把孩子都给伤到了 韩春哥现在在哪 我要去见他 你 你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冯官 弄我一个忙 我把四个孩子在中心医院了 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今天妈咪就高兴了 你的队里是谁 你买快乖的 我 方安川的家属在哪 我是别人家属 手术非常成功 稍后啊 你们就可以去看望他了 嗯 说阿姨你干嘛吞妈咪 小屁孩话真 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当务刺激 先看看爸爸怎么样吧 撞了妈咪还不给妈咪道歉 我怀疑 我怀疑 我怀疑和妈咪你出事 又是这个坏阿姨搞的鬼 妈咪我想去卫生间 妈咪 我带伯伯去卫生间 你和弟弟妹妹先去看 我怀疑 我怀疑 韩川哥 你醒了 现在跟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天天 看到你没事 我就感觉好多了 小布是你惹的 和川哥怎么会受伤 孩子是这里爱什么眼 这里哪能得到你在这吵吵 坏阿姨 你干嘛对妈咪这么凶 要就是 你们两个小屁话走什么呀 我的未婚夫受伤了 我身为韩川哥的未婚妻 来看看不行 我早就说过 我们的回忆早已解除 赵小姐 我不想看到你 浅浅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找到买凶的人 一定是沈浅浅挨出风头 所以才有人喜欢黑 我一直有件事 想跟你说 是关于四个宝宝 我为这几个孩子 都是韩川哥的吧 是关于四个宝宝 四个宝宝 副总 刚刚又在给我发了封印的邮件 什么你要来看 邮件是你发的 当然是我 把沈浅浅弄死之后 赏金翻倍 这几个人不是刚才绑架 我们的几个吗 赵水柔 又是你 韩川哥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沈浅浅 我没想到你会受伤 上次才柔过你 很以为你能知错能改 没想到变本加厉 即可终止 副事与赵氏的一切合作 并且 不会再与赵氏有任何合作 好的 副总 阿正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意识归避心情 我求求你 你不要听这与赵氏的合作 这给赵氏带来的损失 将不可顾料 带他走 我现在不想见到他 阿正哥 阿正哥 妈 现在就负责好好休息 我说了 你救我 我肯定会照顾你 我好着呢 医生说我都可以出院了 你听话 你现在只有好好休息 剩下事情全部交给我 那好吧 辛苦你了 这 你之前说有事情要告诉我 到底什么事情 晚上吧 我晚上的真实告诉你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晚上我告诉他 关于宝宝的消息 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吓到 妈咪 噓 妈咪 我们要进去看爹地 爹地已经休息了 我们先不打扰他 我先去做饭 你看好弟弟妹妹他们啊 嗯 妈咪真是好磨叽 怎么还没告诉爹地 我们都是爹地的宝贝啊 我们要不先商量一下 让爹地和妈咪的感情更进一步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快出来听听 哎 太急了 哇 哇 今天做得很丰盛啊 爹地 快尝一下 妈咪的手艺 妈咪做的饭可好吃了 这几年都是他陪着我们 可幸福了 对啊 你作为我们的爹地 嗯 小孩子说话嘛 别放心上 哎 快吃吧 不然就先凉了 好好好 沈姐姐 原来你这么多年 是这么不容易啊 怎么这么好吃 嗯 嗯 妈咪 我想喝果汁 妈咪我想喝果汁 行 我给你们去拿 一会儿要说的事 我还是倒杯酒 重重胆 我知道了 妈咪我来当你 行行 来 妈咪给 姐 来 大家一起干杯 干杯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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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航春家的酒 酒就这么大吗 妈咪 我们哭了 想睡觉 嗯 嗯 你怎么回事 不能喝酒 又少喝点 哎呀 我没喝多 嗯 帅哥 你叫什么 呸 呸 爹地 妈咪这个酒鬼就交给你了 你去睡觉了 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的 来 我扶你起来 慢点啊 小心 时间下 啊好 嗯 嗯 别动 咬别动 沈青纤 沈青纤的身体怎么会异常发疼 哎 我说一会儿 你先冷静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哎呦 不行 我要你陪我 沈青纤 是不是让你在那说什么 沈青纤 知不知道你在那说什么 我知道了 我要告诉你个天大的 什么秘密非要现在说 我呀 跟一个男人一夜紧张 就有了四个宝宝 你说什么 哎呀 我说 我跟一个男人有了四个宝宝 他喝多了 不要承认之味 嗯 哎呦 头怎么这么痛 我的外衣呢 我怎么睡在这 别闹了 走 妈咪 太阳都晒屁股了 你怎么抬起 这么大人了 鞋都不穿 羞羞 不许嘲笑妈咪 等你们都吃饱了 通通给我上幼儿园去 好 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吃饭 爹地妈咪 你们慢慢吃 我和爹地妈咪 上去扔一下书包 好 哎 师傅我听看见啊 来吧 把鞋穿上 那个 嗯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你调戏了我 我调戏你 嗯 那 那我衣服呢 哦 我找阿姨收拾了 毕竟 吐了那么多 总不能穿着睡觉吧 那 那 昨天晚上 我们有没有发生的 那个 啊 做了 做了 做什么了 我做了咖啡 喝一口清醒一下吧 不是你干嘛大舌头啊 你吸引我 我 神经文 我们结婚吧 好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我要你嫁给我 和四个宝贝一起 那你要娶我 我需要一个礼 那当然是因为四个孩子了 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爱上你了吧 书上说 表白之前 要先调到你像女生的情绪 会增加成能力 傅寒川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你 还有 你觉得你有资格 给我的孩子当父亲吗 甚至下来 我都为了孩子要娶你了 怎么就不配做父亲呢 这些年来 是我辛辛苦苦把孩子带大的 你又做过什么 我 沈先生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我无理取闹 现在你带姐当妈咪生气了 那么就和妈咪一起回家 没错 我们也要跟妈咪回家 话说清楚 我不想因为孩子跟你结婚 还有 你还有没有处理好的关系 指不定那一天 他又会伤害我的孩子 不是 妈咪为什么不同意和爹地结婚 因为妈妈觉得呀 爹地根本就不爱我 他想要娶我 不是想要你们几个乖宝宝 妈咪对他来说 这是你们几个宝宝的附属品 妈咪不干涉你们的选择 你们四个乖宝宝 是想跟妈咪一起生活 还是跟爹地一起生活呀 我们选妈咪 爹地不爱妈咪 有我们爱妈咪就够了 就是就是 我最爱妈咪了 我也是最最爱妈咪的宝贝 那妈咪就许诺给你们 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那妈咪去趟公司 你们几个乖乖听哥哥的话 自家等我好不好 好 好了 我觉得爹地心里还是有妈咪的 只是妈咪误会了 所以我们不能让爹地和妈咪 就这样带着误会分开 没错 我早就发现 爹地和妈咪互相都很在意对方 只是没说出来 什么办法让他们再举到议题 解开误会呢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 要怎么做 我们都听你的 近日 钢琴神童Star将在海城举办一场 举世瞩目的钢琴音乐会 举行 张特助 你知道怎么样 能让一个女人感觉到被宠爱吗 问你也没用 你个单身狗能懂是吗 富总 您是想要沈小姐答应您的求婚吧 其实女人最在乎的无外乎就是安全感 不如您在重要场合公布下您和沈小姐的关系 表达一下您的诚意 好主意 听闻 听闻沈小姐接受了Star的邀请 不久 不久将会出现在Star的钢琴音乐会上 不是一切代价 务必拿到Star音乐会的邀请盒 妈 韩春哥要参加四大钢琴音乐会 宝贝 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呀 从小你就被送进国际知名钢琴学服进修 只要你在音乐会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获得满堂喝彩 那傅寒川还不败倒在你的十六群下 那是自然 要不是因为那个剑和他的小剑中 韩春哥现在就不会这样对我 你别急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让那个剑和 吃不了 兜着走 西西 为什么一定要带妈咪来参加这个音乐会呀 妈咪 西西要给你一个惊喜 你就等着吧 行 那妈咪就等着啊 走吧 优扬婉转 情绪饱满 不愧是赵大小姐 听说这赵大小姐 师臣国外巴赫大师 今日这一听 果然名不虚传哪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配上傅总这种身份 爹地才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 再说了 这个坏女人谈的没什么技术朋友 看到了吗 我们家水柔才是最适合富汗穿的人 什么 沈千千 你居然说我们家水柔弹得美 你弹得好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你根本就没有说过这种话 是这个坏奶奶的陷害妈咪 沈千千 没想到你居然不但喜欢说大话 还喜欢叫小朋友说谎呢 这样 只要你给我们家水柔道个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一句信片表道歉可不够 沈千千 我要你给我跪一下磕头道歉 妈咪才不和你道歉呢 你就是弹得不好 谢谢 你别说了 我没有说错 这个坏阿姨 弹得就是水平不高 连几个音调都弹错 赵大小姐可是留学归来的 而且能开过音乐会 这个小笔孩竟然敢质疑赵大小姐 真是口述谱言 小孩子还不懂事 他胡说 大家不要放心上 我说的都是真话 小朋友 既然你说话这么狂 不如就上去弹奏一曲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说的任何事 但如果你输了 你就和你妈 一起给我磕头道歉 不 可以 我要是赢了 你就不准再烦着蝶子 你一个小屁孩这么能说胡话 沈千千 我看这就是你的计谋吧 你自己既不如人 就推一个小屁孩出来硬着 最后呀 可别说我胜之不武 我 妈咪 你放心 他赢不了我 我看你根本不敢比 你就是怕输给我这个小朋友 好 你来 我今天就让你这个小箭筑 输得幸福 可恶 谢谢 你起弹高情可以吗 妈咪 你相信我 就让我赢了 让这个坏阿姨离爹地远远的 再也不烦你 这些什么时候弹前这么危险呢 大一个小屁孩 这怎么可能 不知 我这首钢琴曲 弹奏得怎样啊 妙极妙极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真没想到啊 这小女儿弹得这么好 这比赵姑娘弹得好的 不是你喜欢 坏阿姨 你这下该幸福口福吧 坏阿姨 你这下该幸福口福吧 对象就是见到你的出品中吧 谢谢 你啥说学会弹高情 妈咪怎么知道啊 妈咪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 只是没机会跟你说啊 原料欣欣宝贝好不好 那怎么不是你气呢 我还为你骄傲呢 这不可能啊 这首曲子没有几个人能够独自演奏出来的 这钢琴肯定是谁动过的手脚 我说八道 今天这里这么多人 有没有做手脚 大家都看在里面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一个五岁的小屁孩 能够弹奏出这种世界级别难度的钢琴曲 你们再作弊 听这个琴音和弹奏技巧 我感觉这个小朋友好像是传说中的钢琴神童star 他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呢 肯定是沈千年在故意碰瓷传说中的钢琴神童star 提前在钢琴上做手脚 然后让自己的女儿提前模仿 故意胡我们众人的 我才不用模仿 我就是传说中的star 你这个小屁孩还在装模作样 今天可是star举办的钢琴音乐会 star可是世界顶级钢琴大师 岂是你这种小屁孩能胡乱攀认的 没错 今天我就要替死他大神把这个冒牌虎给赶出去 来人 看你们谁敢否刺 看你们谁敢否刺 你为什么事事都要向着这个女人 赵水柔你还敢捂你去闹 我早已与你退婚 再闹下去 丢人的是你 我才不丢人呢 那就让大家平民你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你才给我退婚的 她就是个标点的小三 事实真如赵大小姐说的那样吗 那副总不就成背信弃义了吗 这还不是这个女人的错吗 她干嘛要去抢人家有负之夫啊 我和她是 我与赵水柔早已退婚 再无任何瓜葛 沈千千 才是我富寒川孩子的母亲 也是我 携手一身的女人 携手一身的女人 爹爹好帅啊 沈千千 你夺走到我的幸福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来人 把这两个破坟带下去 沈千千 你一定会缩暴你的 放开我 不要听惜别人的妄言 你能把我们的孩子带得这么好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宝贝们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快乐 柯文水柔先为了养到这些孩子 这么多年 真的付出太大来头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 邀请这位美丽的小姐 与我共舞一群呢 妈咪也答应爹爹吧 爹爹都说妈咪是他要写手一身的人了 怎么还没有在一起 我感觉他们二人缺了个气 让他们把这只小码说出来才行 王瓜叔叔和小柳来了 哎呀 来来来来来 伯伯 去叫妈咪出来一下 我和小姨 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妈咪 王瓜叔叔和小姨来了 你们俩过来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倩倩 我和婉儿即将要结婚了 到时候 让姐姐孩子去我们当花筒啊 真的假的 你们要结婚了 嗯 什么时候的事 经过生死关头 我终于知道自己最在乎的人是谁 所以 我要和我们光哥结婚 经过生死关头 我终于知道自己最在乎的人是谁 所以 我要和我们光哥结婚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这样会出人命的 这件事啊 可太好了 我们家确实需要一件喜事 明明自己将来也会写事 却指望笑爷爷他俩 看来爹地还是不能去 姐姐 我们也算苦尽甘来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 你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我 我还不着急 对了 你们两个结婚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跟我提啊 嗯 是有一件事 婉儿的身体可是刚好 是婚纱的话 太好体力了 我看你们身形差不多 就想问问你今天 有没有时间 去帮婉儿试一下婚纱 我还有有什么大事呢 当然没问题了 包在我身上 太好了 走吧 走吧 我知道怎么让爹地和妈咪修成真果了 什么爸爸 妈咪不是要替小姨去试婚纱吗 我们可以告诉爹地 妈咪要嫁给文光叔叔了 再让爹地看到妈咪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真的好吧 我来试试 让爹地也紧张一把 哇 哇 威儿 你看这身怎么样 喜欢吗 这身婚纱 不太短了 我身上 还有刚做完叔叔的疤痕 小傻瓜 在我眼里啊 你怎么都是最漂亮呢 不是我说 这小朋友还在这呢 你哪个能精神一点 文光叔叔不知情 哎 嗯 你闻过 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只爱沈婉儿一个人吗 为什么带着沈千千出来试婚纱 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沐总 大驾宫里来到我给我妻子射婚纱的地方 难道是来捣乱的 姐姐 你别嫁给别的男人 嫁给我 我 我爱你啊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原本 没想到自己会对你动心 可是 不知不觉中 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 沈千千 原谅我 原谅我之前 看不清自己的真心 而伤害你 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不关孩子们 单纯就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 沈千千 嫁给我好吗 太好了 谢谢 我要告诉张同志 要他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要跟沈千千结婚了 你还哪怕啊 爹地 我帮你告诉全世界 我帮你告诉全世界 这这 张同 你这还什么意思 爹地妈咪你们就看我演示吧 可以了 今日富士集团总裁傅寒川求 想不到这小鬼都还深藏不露啊 东东 你让你发现黑客天子 我不能 你们都在各自领域 都是发光发热 嫩神伯伯呢 我 这是吗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 马上就要成功加入副家了 今天这个情人突然回国 他为了我努力这么多年的成功 这琴琴 我希望你不打死 周末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不要告诉我 今天我要早点下班 戴千千和孩子们会落宅 副总 还有一件事 就是神龙监守不见尾的 宁木集团背后的大佬 自从收到您的婚礼请练之后 给我们回话了 宁木集团背后的大佬 从来没有出现在工作面前 这次公开表示 她第一次会出现在大佬面前 如果她能来参见 你和神家的分离 那么就更深大了 宁木集团 和我们的交情 仅限于合作关系 不过自从上次亲自通过电话 让千千留在公司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对神家 真的是这么伤心 宝贝们到时间该睡觉了 爹地 我还想玩一会儿 希希乖 好好去睡觉 明天爸爸妈妈还要送你们去育儿园呢 好 进化 秦潜 你和林木集团背后的老大 到底什么关系 我这能在说什么 真不知道 你不认识她 她会亲自安排你在副市场住 我真不知道 你这发什么疯呢 孩子都不知道是什么疯 我就是嫉妒的要发疯 我不允许任何人给予你 天灵妈咪再见 晚上见 拜拜 来 晚上见 拜拜 拜拜 秦潜 我也没什么约会经验 你说我们去哪里 那我们就去前面那个公园逛逛呗 好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跟我走一趟 不然我的刀可不长眼 你别困我 你快走 站住 你再动一下 老子抹了他的脖子 你要干什么 你要钱是吧 我给你 老子不要钱 想要这娘们活 就给老子转过身去 好 好 你说什么 我赵总就是了 千万别动他 张开双手 慢慢退过来 别想着高小动作 你干什么 人已经在我手上了 下面 是不是该动手了 先别动他们 等一下小姐的吩咐 等吩咐 不是说 不该问的别问 另外 记住小姐的身份不能暴露 我会再通知你的 干完这一票 拿着钱赶紧走人 明白 我绝不会让人 插到小姐的头上 这件事成了 算你大功一件 算你们倒霉 你别说这样的话 就算披上我的命 也会保证 你不受到任何伤害的 等你逃出去以后 就要带着孩子们 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不许 我不许你牺牲自己来救我 我们要动身过手 你别这样说 你别胡思乱想 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 我还想着 我们逃出去之后 以下六口过上幸福的生活 二位死到临头了 还想过皇人 绑架我们无非就是求财而已 给你多少钱能放到我们 只要你说个数 保证满足你 满足我 口气不小 接下来什么指示 你假装要点钱 进你的口大 小姐要的是那个女人的命 那个女的 不是那个男的更值钱 小姐怎么吩咐 你就怎么做吧 今天别让她活着离开 明白 救命 来人呢 小姐 别怕 有我在呢 有我在呢 皇上 你没事吧 我刚让你跑 你为什么不跑 你怎么这么傻呀 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怎么会丢下你 一个人承担这一切呢 你们还真是一堆苦命鸳鸯 都到这个境地了 还装什么神情呢 说 是谁让你绑架我们的 你们别想搞什么小花招 否则 别怪我心狠手辣 姐姐 没事吧 你冷不冷 我没事 但我感觉我没有死在这 你别说这样的话 就算批伤我的命 也会保证你不受到任何伤害的 十一 我给你十一怎么样 十一 没错 只要你松开我的双手 我打个电话 十一立马到你这手 行 别耍花招 别动 你小子敢骗我 我还想 你们敢骗我 那我就让你看把什么叫死票 我还想 你去 哥宝 我还想 你去 哥宝 放开 你过来 我可以 你先是他 先是我 我可以有价值 别动 还是乖乖的放弃抵抗吧 你的背后老板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现在少人 你还有一线神机 想想你那可怜的女儿 我们都调查过了 你之所以铁儿走险 是因为你有一个需要治病的女儿 只要你放过爹地和妈咪 我们会帮你治好她的 没错 我一定会竭尽你全力治好她的 南南可是大名鼎鼎的神医 你没事吧 新鲜 怎么样 妈咪没有味伤 只是受了点惊吓 汉淳 你没事吧 没事 妈咪 妈咪好香 什么 妈咪好像又有宝宝了 什么 副总 见过那么多大事面 怎么到自己的婚礼还紧张成这样 你不紧张 你胸花都崴了 副总 林公子 两位沈小姐马上就到了 这么快 爹地 你这么期待妈咪的上场啊 就是 爹地 你刚刚表情看起来有些失望啊 还有你 我忘记说 你个小鬼的 开起小姨父的玩笑 倒是不易乐乎啊 对的 爹地 听叔叔说 您的婚礼现场 不是要来位商界大佬吗 是的 副总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迎接一下这位商界大佬 去吧 不要 爹地 祝你新快快乐 原来是你这个小娃娃 害我误会你妈妈好久了 那到现在 爹地 你都知道我们几个的技能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 在这个幸福的日子里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最美丽的新娘们 闪亮灯场 老婆 老婆 万二 我们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